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感谢您再次来到 辽宁安山奥迪中心乒乓球的赛场 收看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 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是 男子双打的铜牌争夺战 大家看到现在上场的两对选手呢 是来自天津的好帅李平 另外一对呢 是来自辽宁的翟一鸣和徐晖 是东道主辽宁的选手 这对选手呢 在上届拳运会是获得了男子双打的亚军 好帅李平呢 好帅是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世界冠军 那么乒乓球比赛呢 今天已经到了冲刺的阶段 今天和明天分别会带来 四个单项决赛的最终的冠军 今天呢 不光为您带来男子女子双打的半决赛 男子双打 同牌争夺战 同时呢 在稍后呢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男女双的冠军争夺战 另外在今天晚间呢 还将继续为您带来男女单打的半决赛 目前 全运会的最新的情况 女子双打已经产生了前四名 分别是山东的小将陈梦 战胜了丁宁 进级到前四 两名 进级到了前四名 另外还有两位选手 就是山东的李小霞 和刘诗文 进级到女子双打前四 男单的前四也已经产生 分别是 上半区 马龙 王浩 樊振东 和许新 张继科呢 非常遗憾的 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 是2比4赋予了黑马 也是本次全运会表现最抢眼的 来自八一解放军的小将樊振东 那么今天呢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还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 中国乒乓球队的资深教练 一起来给大家介绍 本场比赛的情况 那目前呢 这个男女双打的决赛 人选呢 也已经产生了 从昨天一天的比赛 来看解放军队是最大的赢家 男女双四对选手进决赛 有三对是来自解放军 另外女双呢 只有一对是来自辽宁的 郭岳和李嘉义 剩下的女双的选手 包括男双两队选手 全部是来自解放军队 李小冬教练 这两天看了单项的比赛 包括丁宁和陈梦的 这个七局大战 还有这个张继科和樊振东 这场比赛 很多就是让人难忘的 或者非常惨烈的一些比赛 那么我觉得对运动员来说 真的很不容易 你有什么体会 这个比赛的质量非常高 锻炼价值非常大 就是说省里的重视 运动员包括他的备战 跟比赛的投入都大于 世界紧张赛 甚至就说在运动量上 比奥运会都要高得多 所以说在这种比赛 这种氛围下 运动员的身心 包括技占数 关键时候的使用 这个机会是难得的 所以这个通过这次比赛 无论从锻炼队伍也讲 从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跟实战能力的提高来讲 我觉得也是一个 绝佳的机会 昨天 这个总教练 刘国良给教练组开会就说 也要抓这个时机 为什么呢 就是比赛完了的时候 教练员对比赛的认识 这种感觉也是最准确的 马上开会 总监全运会得失 然后更好地布置 下一阶段的功效 没错 从整个比赛来看 就是对每一位 参赛的各省运动员来说 就是对他们 一个意志上的大考验 包括丁宁 他身兼四项 实际上他的体力 各方面也都出现了 一定的问题 但是他也竭尽了权力 他的精神可嘉 那么今天这场 李平和好帅 包括对翟一鸣 徐辉的这场 同牌争托战呢 他不同于一般的 全国性的比赛 全球会的分量非常重 大家呢 也很希望去夺得 这枚同牌 同牌计算呢 也是进入代表团的 总分和奖牌榜 从实力上分析 比如到 是不是好帅李平 这对选手 会占点上风呢 对 他们因为 这个男双比较有意思 大家可能 有些穷迷同志 朋友也问我们 有点疑问 就是上半区非常强 包括 王立琴 许新 好帅李平 昨天 而且就说 现在的争夺战的 周宇 这些有名的人 战斗力强的人 在上半区多 那个抽签他就是这样 因为有一些好手 包括王浩跟陈起 马龙和延安 在预选赛跟单打的 在双打的前面的比赛 都输掉了 所以这个 从下半区的男双 冷得比较多 对 所以虽然名气不大 但是打到这种时候 还是应该有一定战斗力 但是从上半区出来的选手来说 应该说 从知名度跟作战能力 应该比下半区出来的人强一点 就包括这个李平跟郝帅 昨天 他们上午是赢了许新跟王立琴 对 下午 他们打这个男双半决赛 就是3比4 输给了解放军队的 凡振东跟周宇 是 刚才我遇到马文德教练 就是他也觉得非常遗憾 昨天也是他们这个比赛 有很多取胜的机会 在16局3比2 没有抓住 9比6比7 也就是说赢了王立琴 许新 但是后来反而输给了 这个来自解放军的周宇和 樊振东这对小将 我们刚才说了 翟一鸣和徐晖呢 是上届全会的男子双打亚军 翟一鸣呢 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 就同时和常晨晨获得了一枚铜牌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 翟一鸣 徐晖是11比3 先胜 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双方 第二局的比赛情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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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能相机的历史始于75年前 众多的鸣机呈现了人们的感动 如今 最新的EOS70D诞生 传统与革新积淀出突破性的 全像素双核CMOS AF技术 开始心肝反的心跳 欢迎参加EOS70D体验会 精彩促销同期进行 佳能感动常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双打乒乓球 这个项目同排的争夺战 东道主选手翟一鸣 徐晖 第一局是轻松取胜 三四名的比赛呢 将采用五局三胜制 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现在目前产生 今天要决出的是男女双的冠军 那么男女双的晋级决赛的四对选手 有三对来自解放军 男子双打的是解放军的两对 一对就是周宇 樊振东 在半决赛战胜李平好帅晋级决赛 另外一对呢就是尹航和李木桥 也是解放军的一对年轻小将 他们战胜了翟一鸣和徐晖 比分是四比一 顺利的晋级决赛 女子双打晋级决赛呢 是郭岳李嘉义 对来自解放军的曹真和木子 郭岳李嘉义是本土 是东道主选手 那么现在目前正在争夺 女双同牌的这场比赛呢 是来自江苏的刘斐和范英 萧绪选手对来自湖北的 冯亚兰和饶敬文 李主导 您觉得好帅和李平啊 就是按道理应该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第一局 好像两位选手没有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个天津队 我跟他们教练 马文革聊了一下 就是他们在这次全运会的表现 男队总体还是比较好 这个好帅跟李平 他通过努力也打进了前四 他很多年没有打进 包括这个双打也能进入四强来说 他们也只能说是美中不足 对 其实这个运动员对这个 在全运会上对于这个奖牌的争夺 他这个意识很强 他第一第二没有完了以后 他对第三跟第四差的很多 第三是要挂同牌的 所以他这种争夺也是很厉害的 你比如说的天津队 他团体打得再好 他是第四名 他还没有奖牌 他也想拿一门奖牌 想登上一门奖牌 昨天因为跟这个 他们那场半决赛 跟樊正东跟周宇打的话 有点伤元气 他这个从人的调动上 还是有一些问题 今天有点蔫儿 我觉得 我估计打一打以后 他可以打起来 他会好一些 而且现在这次比赛 也有个现象 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中国冰王队原来有一些老将 你比如像李平 像徐辉 像北京的胡云超 这些选手 现在就说的 也都刚刚退役 因为他是一个自然规律 但是这些运动员 在这个多年国家队当中 他在帮助主力队员方面 在整个进行训练方面 他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 我们叫他是中间力量 所以这些运动员也是 队伍会记住他们的贡献 包括蔡仁华局长 刘国梁主要练 他都是一种很人性化的教育 这些运动员虽然退役了 但是国家队大门始终给他们盘开 随便可以回来看一看 也可以给队里运动员教练组提一些意见 自己想训练 而且把他们安排都很好 也可以满足他 你比如现在 这个徐辉他就在瑞典 跟东超俱乐部打球 都有很好的安排 我们看现在比分是6比3 其实我觉得徐辉这选手 就是大家看到和翟一鸣配合的直拍选手 这运动员真的也是 中国男子乒乓球的一个长听术 我觉得 他这个球你看 虽然不显山不露水 但是他的生命力很强 因为双打能力多还是比较强 他跟郭月配合也拿过全运会的混霜的 他比马林要小一些吧 他跟马林也稍微小一点 但是你看他的身体 身体方面感觉还是很轻盈的那个状态 杰一鸣也是一个双打的高手 去年跟上级奥运会跟庄晨晨打到亚军 这次也打到图 这次男双也能打进去 所以他双打能力还是很强 李平刚好帅 虽然从账面上分析 从全国排名 从技术水平来说可能要高一队 但是就是说真正双打的配合默契程度来说 还没有到他单打的那种地位 没错 第二局的形势有所改变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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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 素�мотр 素材 素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11比6好帅李平扳回了一局 方方在前两局战成了一平 我们稍后接着为您带来这场铜牌比赛的第三局 为梦想干杯 为荣誉色彩 这里是把运动化作快乐的地方 这里是将胆怯变成勇气的工厂 这里是唱到全民健身的运动乐园 这里更是您实现与公益梦想的舞台 冠军中国 我在这里 金剑男邀您共赏冠军中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南双的第三局 比如我估计就是郝帅和李平对半决赛报的期望值是非常大的 因为之前他赢了王立琴和许心 正好对八一的樊振东和周宇虽然樊振东周宇都有不错的 这种很耀眼的表现 但是毕竟这个年轻选手对双打的理解和配合还是要和有经验 有打球时间相对长的老将要有差距 所以他们俩在输掉之后 就是说对于今天的比赛 他们从心底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或者还会感觉会延续昨天的一开始的低迷 这个是需要郝帅和李平克服的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就是你昨天输完一场球 第二天其实从你进场馆开始 你的那种阴影会迎面而来 所以说的优秀 什么叫优秀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跟一般运动员它是有差距的 就是它在很多情况下 它能够正确地处理场上发生的问题和矛盾 你比如说的我们昨天也看了 就是昨天郝帅跟李平上午对王立琴许心可以发挥 所以说的是我可以说四个字是完美无瑕的 就打得非常好几乎没有什么错误 下午这场比赛呢就说的其实对手来说 周宇跟樊正东没有王立琴跟许心这么强 那相反的小将我昨天他们赢在哪 一个一个人赢在打法凶狠 一个人赢在这个比赛的士气非常棒 相反的就是说的 李平跟郝帅跟王立琴许心打的时候可以完全放开手脚 光脚都不是穿鞋的 我有多少东西我全能抖得出来 但是相对的跟这个樊正东跟周宇打的时候 被拼的状态 有很多胜利的机会 但是场上他不由自主的 他还是有一些换都换失 你比如机会球拉丢啊 该变的不敢变啊 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 这个就是说的高手跟一般选手的区别 你比如说的今天虽然说丁宁跟陈梦 陈梦丁宁输了 0比3 前三局是三四五分输的 但后来他能反三局到第七局10比9 甚至在第五局的时候 把跨骨给变了一下 他还能坚持打 这可以随败柔融 就是说的他高手 他也就是说的在最难的时候 他还有生命力 他还有竞争力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是说的 要不我说全员会赛场是一个绝佳的 这个运动员的锻炼机会 这些东西就是说的 你平常训练你再加压力 你是得不到锻炼的 你看这一局啊 这个翟一鸣和徐辉大比分领先 你看一个是郝帅和李平的球的质量很低 好 徐辉打球啊就作为直排来讲啊 他没有特突出的这种砂板 但他的球显得很轻盈 不吃力不费劲 出手很轻松自如 我估计这也是撞了全英会乒乓球一个新的比分记录 当然对接下来对于好事和李平来说 输个零也不一定是坏事 看看他能不能支持而后勇 稍后我们继续 为梦想加油 为荣誉喝彩 新色梦想红色传奇 加多宝邀您共赏激情时刻 来啊我们一起买球 流云浮动 激昂的锣鼓造起白手群舞 踩东间光影变幻 划过静静的水面 翘首期盼唱响淋漓盛市 中华龙洲大赛2013年9月22日 同仁必将战再度启航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在辽宁安山奥底中心 乒乓球馆进行的 这时段带来的是男子双打铜牌的争夺战 来看一下第四局 发球的是郝帅 来自天津队 接发球的是来自东道主选手徐辉 咱们一起去到哪里 往前的阶边 去到哪里 让你去到哪里 到哪里 就是 空间 到哪里 到哪里 等哪里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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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二导有时候我觉得不支持 就是说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就是说赢的那局 比分相差的太大 这样会有时候会激发你对手的一些 这种取胜的场上的积极态度 会激发对手的这样的一种 想赢你的一种尽头 这里头其实也很有学问 你比如双打他起伏是比较大 你比如说天宁队第一局他就输了 第二局是好帅控制徐辉 可能他憋徐辉这种单面拉 他憋得好一点 让徐辉上手机会少 所以可能从二四局来说 天宁队好打 一三局来说辽宁队好打 第五局就变成这样了 辽宁队拼命想在五分前扩大比分优势 天宁队就是在五分之前要屏住 到后半局交换场地以后 换成对于他们有利的轮次 所以双打里头他这个变数特别大 而且就是说混合双打 比男女双打的这种变数还要大 因为他牵扯一个男子 他要起主导作用 这里头这个球里头变化更多 对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双方他是两个人 他不好控制 你如果自己发挥的不好 这时候你同伴发挥的也不好 那两个人就一败涂地 就是说你驾驭你同伴的 这个方面不像单打 所以他比分会差距大 这次比赛确实是快改成安山人的比赛了 在比赛的决赛场上 我们经常看到像郭岳呀 李小霞马龙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张超 好像刘世文是不是也是安山的 没有刘世文是腐顺的 腐顺的腐顺的 都来自安山 对安山这个乒乓球 已经真正的成为他的剧张 最耀眼的城市名片 也可以说就是说安山对这个中国乒乓球 有极大的负献 对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另外我也听说就各个省啊 他有时候确实培养一个乒乓球的人才 周期比较长 他也会到辽宁这块像安山这样的地方来挖人 来选人 有水平高的就直接走专业队 就调走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渠道 你看李小霞也好 刘世文也好 马龙啊 他都出来了 都是在别的省市打出了 对啊 对啊 因为你要是全到一个省 是吧 你全到一个省 他不可能同时使用 是吧 很多省市都存在这个问题 其实底下还有一批人 但是被上面一批人一直压着 等他们退了 下边这波也差不多了 现在双方在第四局 打成四平 我 每一批人abo 打成四平 我们ящ Messiah 现在 我们IC事 打成四平 我们 成画 skin 打成四平 无许 机会 这球非常重要 关键球 李平的正手 机会球的发力擦往出界 瞄得太狠了 所以这个乒乓球啊 它很怪 在击球那瞬间一定 再想赢 你也要从容 自如 松弛 才能打出力量 打出 高质量 因为安山啊 它有三大露天公园 其中我们也去了两个公园 有一个是219公园 219呢 是1948年安山的解放日 这个公园里面呢 有十多张球台 从早晨天刚亮 到晚上90点钟 从8岁到80岁 这个球台啊 是时刻在翻台 时刻在不停的 没有停的时候 这个球台 所以这个乒乓球呢 在辽宁安山 它是无论是机关 社区 企业 任何的场所 它都有这个乒乓球运动 这个来说 就是中国乒乓球 在世界上 长胜不摔的 一种基础力量 没错 我去欧洲讲课 世界冰联讲课 我也弄了一副照片 在PVD上 放的是北京市在鸟巢 体育场外边的万人比赛 一些外国同学看了 都为之赞叹不已 你说的中国之所以这么强大 就说的你们国家 那么支持老百姓 从事体育活动 全民健身 这点来说我觉得非常好 也是这个体育 它是两大任务 一个就是全民健身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 攻击水平 再有一个就是 搞经济体育 来提高运动的技术水平 我觉得这两方面 咱们做的还是很好的 包括在蔡仁和这个局长领导下 就是说中国冰王球队第三次创业 现在就是也搞了一些 谁是球王 把全国的球迷都调动去 对啊 而且很多球迷都说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名 很多高手都没参加 所以到明年谁是球王 肯定会更加红火 全民健身参与的程度 会更加广泛 对 包括这个收拾力 不亚于 这种全国性比赛 中央台这个里头 我觉得 也在这方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没错 我们体育频道非常重视 全民健身的这种 赛事的转播 和报道 好球 这场比赛 在整个情况呢 就是天津的好帅李平 从实力上分级稍占一点优势 但是发动的比较慢 比赛打的也比较纠结 现在进行到了第四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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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配合 前面一个人拉弯之后 就双打 你拉完立刻要还原 你要把位置让过 让出来 你站那看 然后面那个人也没法动 没法往前补板 刚才这个球就是翟明的这个补板 没有到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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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津队的教练也叫了展天 在第四局他们领先的情况下 对对方也追到十比八了 所以他们这两分他一定要打火 他把比赛拖到决胜局 这个人算了别想别的 谢谢啊果断一点 下个谁接了 徐徐徐徐 你接了 说老师好几个都行 对 释放 辽宁队的教练是余沈童 余沈童以前也是非常优秀的乒乓国手 他的打法是左手直拍正交 而最擅长的就是他的男子双打 其实我们也统计过 好像我们说的直板运动员当教练的 可能比横板的要推移的要多 可能因为直板来说打法更需要动物质 因为它难度比较大 它要自己去算计 每个环节它都要设计好 它有胆量有智慧 所以在这方面磨练多了 可能它这方面的能力强一点 是 我们来看这一分 徐辉发球 比平调打 对球调打 挑的有点生硬 你要么挑死他 一板过 要么挑出落点 正好被翟一鸣的正手拉了一回头 好事还没有准备 这就是一个配合问题 是吧 他俩如果配合默契的话 这个球要么就是之前我在李平在接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这球要挑了 你准备补吧 是吧 如果不告诉他 那么考帅和李平这个两人之间的默契和思路 就你能不能真正理解他和了解他 比如说直拍打双打也是 他希望配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能够跟得上他的变化 你不能跟不上你同伴的变化 这个球等于挑的就没有意义 现在双方在第四局 打成了十平 我刚才也可能是好帅也有点紧 因为打到比赛的关键时候 平常看似比较容易打的球 你在比分焦灼的时候 尤其在关键的十平 尤其决胜局的十平 以后我都是很难处理的 许暉拉起来 许暉拉起来 这样双方在这场同排的争夺战当中 不得不进行第五局的决胜局比赛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这场比赛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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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十二届全公运动会 乒乓球男子双打同排的争夺战 接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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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个时候就看双方选手在相视环节当中谁能够病得住减少失误 然后为自己创造机会 也为同伴创造最好的进攻时机 男子双打这个项目呢 现在5到8名呢已经比赛结束了 获得第5名的第12届全运会 男双是来自上海的王丽清和许新 第6名呢是杨磊和陈楚希 第7名是来自四川的邱逸可和许瑞峰 第8名是来自四川的朱林峰和王建军 所以在这个决胜局当中啊 就看谁发动得快 谁积极主动 谁就能够赢得场上的一个士气 一个气场 所以从上半句来说 梁京队还是打得风生水起 因为他的球路上没有什么障碍 两个人我觉得从配合上 从士气上要比天津队要好一些 所以显得他们更团结 彼此沟通的好像也比较顺利一些 是 好帅发力 李平 哎呦 这把球李平的这个补板 一看 其实也不怪许这个李平 前面好帅这把机会球拉的时候 手就没抽 没抽开 没拉开手 劲儿没拉出来 然后呢 等到李平拉的时候呢 这个球质量也非常高 越拱越长 所以拉丢也很正常 现在辽宁选手 翟一鸣和徐辉在第五局 现在先生夺人 开局领先三分 打到5比2 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辽宁队教练余沈彤要求暂停 因为从下半局来说 天津队可能要好受一点 他打的是第二局跟第四局的这种 对手这种配队 相对我说了 好帅能够控制下徐辉 所以这样的话 杰一鸣也没有太多的上手机会 辽宁队教练余沈彤 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 他要及早地制止这种天津队启示 他现在一个是说了 我叫个展厅 我冷冷对方的手 让他们这种想追的欲望 你降低一点 再一个 他也要适当地不准备战 在一个刚才李小冬教练给大家介绍 就是说好帅 控制徐辉这轮是最难受的 那么在双打当中 左手腾过球板 控制对方的右手直拍 这个是双打当中 作为直拍 有直拍的这方难度最大的一个环节 因为他不光要顾及正手 还要顾及侧身份 而且他要想尽一切办法 尽量用正手来上手 反手上手的质量 就不像横板这么高 那么好帅在揭发球 如果稍微再带一些 这种虚晃的动作 直拍就根本就不敢动 是吧 就看看徐辉这个环节处理怎么样 你要算准了 侧身给他一板狠的 算不准我宁愿不动 也不勉强动 勉强动这种拉球 才没有质量 我们来看 我们来5比3 发球的是东道主选手翟一鸣 他徐辉难度比较大 因为他为什么 他没有王浩那么强势的反手 王少可以站在中间 你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徐辉他到关键时候 对自己的反手还是不相信 所以他基本上在关键时候 打的是单面拉 单面拉就说 你就得照顾拳台 用正手 这样的话 跑动的范围太大 挑打 这个球是好事儿接的 有点毛病 太高了 一个是太高 一个是扁 他没有一个手上 没有一个就停顿一下 这下一停顿 硬虚晃 对 这个当然是有风险的 好事儿才准确是碰 我想尽快地先把它立个短 但显然是 一没有质量 我跟球迷朋友也介绍 就是说我接发球空这儿的话 有人判了 直发球 所以就是轻轻碰 越轻轻碰越直旋转 相反的就是说你 不管搓不关条 我出手集中一点 赶使劲 赶使点劲 争取啊 抵消球 搓球的时候 我能摩擦到球 脚打的时候 我能撞击球 这样的话 能够把球通过海绵打到底板上 这个手上感觉就会好很多 女子双打呢 三四名的决赛已经结束了 获得同牌的是来自湖北的 饶敬文和冯亚兰 获得第四名的是江苏的刘斐 和范英 你看他们这个配队的关系 还是在这比赛当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辽宁队上半局5比2领先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能领先三个球交换方位 但是辽宁队也他好景不长 天津队在六分 就已经把比赛追平了 现在就说的 整个局势上应该就说的 天津队又稍微好一点 当然就说打到决胜局 心底跟林场发挥的 这种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种球你比如说好帅丢 他根本不是丢在技术战术 你看这动作有些走样 这个走步已经抬起来了 实际上是这个走步一定是放在下面 所以我原来说我就说有时候很多时候运动员自己打败自己 就手中必然必须得分的球 难度不大的球 打丢了 这个是礼拜里他是两分 对于自己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损失 这两个接发球里面真的挺硬的 第一个是挑打 但是好帅的古板没有跟上 第二板是接发球 看乱准确 对方一出台直接拉球得分 再不对了 第一个是 你 最后 看买 对方 看不完 我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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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这 我 我 我 看不过 我 我 这板球是加了很强力量的这种旋转 这场铜牌的争夺战激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 现在已经到了决胜级打成了8比7 所以这场比赛来说从比分来说还是比较胶着 但是从过程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平的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说哪个轮次对我有好处 哪个轮次我是下风 这双方它都是均等的 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逆转 如果说辽宁队我在第四局赢了 在第五局 我在我不好大的情况下 我出师冷箭 我进行比较大的战术变化 来打乱天津队这种部署来说 这方面的意图稍微小了一些 是 就没有一个 这个一通到底 特别明确的亮点 所以我们比赛还是爱看变化 变化升零 它都觉得就是说呢 有变化的比赛 它悬念大 有变化的比赛 它刺激性高 这个球就是他们天津队揭发球揭得不错 加了一个黄挑的动作 这方面就可以把对方的站位给放过 这一轮也是天津队最主动的一个轮次 就是好帅来控制徐辉 李平好帅进攻 好球 这样天津队的好帅和李平现在拿到赛点10比8 这个球打得也惊心动魄啊 李平因为高球丢了几个 我看现在一打到关键的时候也是很小心啊 都加了少许 抖抖活活拉过去 颤颤悠悠的 只要拉上台 千万不能这个时候怀疑自己 嘀咕自己 现在换过来了 他在哪里 还在哪里 顺便 他是会靠着 注意到的 他在哪里 有一个 领雇 他在哪里 终于拿到了这个全运会 单向男主双打的铜牌 我看好上事业比赛 都没这么激动啊 他们也不容易 因为团体赛 我刚才说了 打第四他没有奖牌 没奖牌 他现在拿了第三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 已经就是说的结局非常圆满 也祝贺天津队 在这个近年来的奥运会当中 他有了一定的突破 没错 也祝贺 马文革教练 执教的这支天津队 在全运会当中 拿获了这个男子双打的铜牌 那么这场双打的比赛 为您介绍到这儿 我们稍后呢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 在辽宁安山 全运会乒乓球的赛场 将会进行女子双打 男子双打的决赛 也请您届时收看 是由李小冬和杨颖 在现场为您做解释评论的 再见